所以你个人品牌 你做得怎么样 我呀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18年开始做的吧 然后当时 就一瞬间 起来的蛮快的 然后就觉得 做生意这么简单 然后 前年的时候 可能因为我自己性格的原因吧 就是 一些法律条文 就是没有研究得很明白 然后签合同的时候 就没有看得很明白 然后就被 慌了 对 然后就整个非常糟糕 然后也经历了那种 就是 把所有东西都卖掉的那个 发工资 所以也经历过 还创业失败过 就是过来之后会觉得很好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 就会觉得很难熬 挺好的 那你之前为什么会转到健身方面 就是 你觉得模特 因为我觉得 不够稳定 而且 累了 心累了 但是 但是放下这个 是需要挺大的想法的 就本身你是 有这种梦想的 什么 有 而且我做这梦想的原因 是因为我爸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他看到我 就我两个都不爱讲话 就不会跟对方 讲感情 就是说多爱他 多爱他 但是 感受得到 他也会跟他朋友讲说 不在什么杂志上有出现呢 或者是 在哪里出现啊 就是你觉得得到他的认可 是蛮开心的事情 就在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那天真的太晚回来了 本来还想跟你喝酒呢 想跟我喝酒 对啊 所以你平时很爱喝 没有 因为那一天 就是想喝酒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天是我爸 周年 烧烤那天啊 对啊 一周年吗 一周年吗 去年三月走 我没有办法回去 因为疫情 然后他走 他走 我本来一直以为 我还有机会就是 在 本来有一次机会 你说回去看一看 不是 就是 他在 观众席上 在台下 然后走一个 巡回 我就是 也是因为发生一堆事情 然后就没回去 但是就 其实挺遗憾的吧 不要 你不早说 我回来了也可以 没有 没有吃的 我也可以喝两杯 你不早说 我回来了也可以 没有吃的 我也可以喝两杯 你知道就是 就是愿意和一个人去分享自己的 平时藏得比较深的那些事 最悲伤的时刻 对 把我最大的脆弱展示 给我最爱的人看 包括画画的创业的失败 然后刘明凯自己父亲的去世 和自己在父子关系上的遗憾 能够聊这种话题 其实对感情的促进是特别有效的 我们说最好的爱就是 我能把我最脆弱部分给到你 其实爱的这个事情 包括身边要有男朋友 女朋友或者是爱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人总要有一个渠道和出口 你要把自己最软弱的那部分拿来 去倾诉 去交流 而爱人就是最好的那个人 对 恰恰在你最软弱的时候 他保护了你 对 所以我觉得他俩今天的 你看每一段都觉得 他们今天的那个交流极有价值